您也不用替于老师委屈 他分钱的时候高兴着 看见你们各位我就挺高兴的 能说书这是一个多么愉快的事情 我也没有什么大的追求 就跟刚才这定场诗似的 为人好比一张公 中招每日逞英雄 有招一日功弦断 荣华复古一场空 可不就是那样 古往今来 有钱有势 有名有利的人 那个无数 到现在让您提 您也未必想了几个来 过去也就过去了 不重要 开心是最要紧的 有的时候 他们说这说书好玩吗 好玩 唱戏好玩吗 好玩啊 说像是还说像是差点啊 说像是就不如说书乐趣大 你说像是这俩人啊 还得一个人这句 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不用顾及别人 当然了艺术种类是不一样的 您要不干我们这孩儿 你绝不会理解 你包括捧根 你们老看于老师站台上 就好像我挤对他似的 你问于老师 那人斗梗干不干 他不干 别人不理解 这是图什么曲的呢 天天站台上人说啥 说他爸爸 说他媳妇 说他说他 怎么解释呢 您比如说看科学家 天天戴眼镜 做什么这个实验 那个实验 咱们去不了 你看人家也高兴着 这很正常 就是咱不理解 说像是这也是如此 我小时候捧根出身 我在桌子里边站十年 谁站在外边 谁说我呀 郭德纲他爸怎么着 郭德纲他媳妇 你就应该这活 京剧你说唱小声那种 唱到九十岁上了台 他也是大伙儿的儿子 你应的是这活 挣的是这个钱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没有办法 您也不用替于老师委屈 他分钱的时候高兴着 你让他站在外边 他不愿意 他乐意来 这种快乐 就是你不在这个角度 理解不了 挺好的 反正我现在就这样 我瞧什么都可乐 我不像我十几岁的时候 十几岁那会儿 所谓的刚出道吧 也没有犯折 也没有前途 看谁都像烙饼 你怎么办呢 你得活着呀 所以是当年脾气也不好 小的时候 到现在了 我已经是一个年近半百的老人了 所以说好多事就 没有像原来那么较真儿 瞧什么都可乐 现在 当然我身边也一帮可乐的人 宽敬 有关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